首先,我们先从字幕说起 本怪谈总共出现了以下几种字幕 分为白色,白色粗体,白色鞋体,红色 红色鞋体,以及蓝色 白色对应的是妈妈的话 白色的粗体是强调 而红色的字体是它留下来的误导的信息 白色的鞋体则是猫猫留下来的 那么自然而然,留下来的红色的鞋体 则是认知出现了偏差的猫猫留下来的 那么,为什么猫猫也会有认知偏差呢? 根据原文,写日记的孩子 因为多次违反规则 导致猫猫的毛逐渐脱落 主人公在此时也出现了认知偏差 譬如,能看见窗外29楼的人影 而蓝色字幕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标有蓝色字幕的都是代表着时间 然后在我打开备忘录之后 惊奇地发现 只要是设计时间的 它都会自动标为蓝色 因此,蓝色字幕没有代表额外的特殊的意义 第二,红色的字幕多次引诱你进入衣柜 这是一个误导的信息 那么在家中提到的能够保证您安全的 目前只有衣柜还有床底 显而易见 衣柜作为阴暗处是它狩猎的场所 真正能够保证您安全的只有床底 第三,关于邻居 在提示中提到过 邻居不属于正常人类 但是它是中立的阵营 因为邻居想要从你这儿得到一些东西 当你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邻居可能会帮你对抗它 那么邻居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有两个 第一个是红色的毛线球 第二个是蓝色的衣服 这里可以理解成 红色的毛线球是妈妈织过的 而邻居对妈妈有迷恋的感情 所以红色毛线球 是邻居想要得到的第一件东西 第二件东西是蓝色的衣服 原文中有提到 当您将蓝色衣服丢掉时 邻居向您提供帮助 应该要拒绝它 原因如下 蓝色衣服存放于衣柜之中 而衣柜也是它的狩猎场 因此我们在打开衣柜 将衣服取出来的时候 可能会受到它的影响 造成认知偏差 第二 可以理解成邻居有恋物皮 若您将蓝色衣服丢掉 可能会引起邻居的愤怒 也可能会攻击你 所以说规则里面说 此时不要接受邻居的帮助 在猫猫的面条里面发现了纸条 也提到过 邻居会有真正想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应该就是蓝色的衣服 接下来和大家谈一下日记 首先大家需要先明白 这个日记的作者 是上一个小孩 而不是我 我们可以看到 日记里面 作者写了明确的时间 也只有12月2日和12月7日 别的日期我们都未知 以及最后根本不可能出现的12月32日 我们先看到12月7日 这是作者第一次违反规则 也就是跟猫咪取名 因为违反了规则 所以说受到了它的影响 认知出现了偏差 而下一篇日记 猫猫的毛变长了 此时 猫猫是想保护主人 希望主人可以快速恢复认知 但是作者没有遵守 晚上睡觉时猫猫进门的规则 因此 由于认知偏差 在下一篇日记中 就看见了长得像鱼头的大叔 当然 由于邻居非正常人类 也可能是真的就是一个鱼头大叔 可是接下来 作者又没有听妈妈的话 以床底太极为理由 躲进了衣柜 再一次违反了规则 此时 主人公的认知偏差 已经非常的严重了 这个时候 小猫身上的毛脱光了 变得像一个婴儿 也在提醒主人公 此时已经危险了 还会看见一个阿姨 坐在家里的沙发上 而这个阿姨 则是原文中提到的 那个女人 是可能在认知偏差很严重的时候 才能看到的 以及出现了幻觉 如窗外的29楼的人影 在下一篇日记中 我们可以看到 此时的字 已经变成了邪字 我们来抓住两个关键点 第一 小咪什么时候找不到了 第二 我原来是长这样吗 那么可以透露出 我此时已经变成了猫猫 而小咪 则是上一个变成猫猫的孩子 我极有可能 取代了小咪的位置 因此 这极有可能 是一个轮回 而12月32号 给出了信息 妈妈此时已经回来了 还给我吃了药 之后 就没有后续了 我们并不能判断 此时的妈妈 是不是真正的妈妈 因为主人公的认知偏差 已经严重到了极点 接下来说到 出门的事项 第一条就是 确认你的猫猫是活着的 并且没有大片脱毛 这也是提醒您 当猫大便脱毛的时候 您的认知偏差 是很严重的 因此 请先保证 正常的认知 然后再出门 第二 你在行走时 应该有两个脚步声 这个脚步声 很有可能是它造成的 但只要您遵守规则 一般没有大的问题 在作者的提示中 提到过 它是有实体的 并且可以被 家里的某一件物品 轻松摧毁 而它作为实体 最有可能的 就是家里的那一面 镜子 它可以在阴暗处 以及有镜子的地方 来回游走 因此 文章中提到过 楼道的镜子 也需要小心 而在家里 能够轻松摧毁 镜子的道具很多 譬如锤子 文章还提到过 妈妈会在一个月后的 上午九点半 准时回来 那么我们 如何判断时间呢 其实有一个 我们很容易忽略的点 那就是 妈妈为我们准备了 三十天的食物 我们可以通过食物 来判断天数 而准时确切的时间 我想的是 通过太阳的位置 来判断 假如三十天之后 妈妈回来的那一天 是阴天 或者其他 则没有好的办法 可以判断 确切的时间 因此 也无法判断 妈妈的真假 一旦妈妈 无法正常回来 说明她已经被侵蚀了 作者在提示中说 有两种方法 可以活下去 经过一些推理 当我们在家中的时候 床底是绝对的安全区 我们在床底 度过一个月 也能存活下去 第二个 就是逃出去 逃出去的危险性 比较大 我们可能需要 得到邻居的帮忙 让邻居 将猫猫进化 如果带着猫猫 那么我受到的影响 会减少 在黄昏的时候 带着猫猫离开家 并且 按照规则里 所说的 不与任何人攀谈等等 最后带着猫猫离开小区 那么以上 就是我的一个 相对较为完整的 一个推理过程 为了认真的研究 这个系列 给大家带来 最优的答案 我也和很多小伙伴 一起交流了很久很久 确实疑点比较多 可能在设定上面 还不够完善 就比如 作者在提示中 多次提到了妈妈 而在原文中 描绘有关于妈妈的信息 实在是太少了 而原作者 本来一开始 是打算公布答案的 结果给了 30条提示之后 就打算不公布答案了 一方面是留白 制造神秘感 当然 也有可能是 作者觉得 这个答案 他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 于是 就把答案交给我们了 说实话 确实费了不少心思 来研究这个 真的是很不容易 一直研究到 凌晨4点半 我才睡觉 所以说 也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三连支持一下 如果本期视频 点赞 收藏 转发量比较高的话 我也会为大家带来 更多 更有意思的怪谈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 更好的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说出来哦 那么 妈妈的纸条系列 就到此完结了 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是鬼爵 我在另一个世界 等你